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跟刘索拉也特别熟 他太熟了 跟孙勉也特别熟 孙勉是第一个请我的私人老板 索拉是你的音乐老师 他就是按规定课程给我推荐音乐的 刘索拉 所以你在北京这是已经生活哪年回来的 这次是吧 这次第二次 2006年从新西兰回到北京 住在三元桥附近 没错 你已经潜伏了6年了 没弄什么动静 你说的很准确 他这二次进大陆 真是个潜伏的状态 他一次反倒是高调入境 那就是在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1983年高调入境 当时据说还是 1983年 1983年 没错没错 当时还是不及待遇 是吗 是 现在我一见到你 我觉得有个电影的画面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将来有人拍电影就可以拍这个画面 就是1990年 我也是按照报道说的 1990年 一条渔船 把猴的剑 载回台湾 上岸的时候 他双手举过头顶 没有 是怎么回事 没有 他那个渔船 是带我回去 在海浪里面 还差点沉下去了 很戏剧性 非常戏剧性 开了多长时间 58个小时 你在渔船上 对 其实从哪里到台湾 从马尾 马尾港 其实从马尾港到台湾 估计只需要十来个小时 那个地方离台湾 大概只有一百多海里 或者是 反正就一百多海里 那么照正常的速度的话 应该是 最慢的渔船 大概是八九个小时就能到 你为什么走了58个小时 因为我那个船 刚开始的时候 开的时候这样晃 然后还是在下面 然后 越来 你当时是不是有投海的心 没有 我怕死得很 那个水慢慢越来越高 后来水到那去了 我们船在下面了 为什么 台湾了 没有 我们一共三个人 一个船长 一个小弟 船工 一个我 我是船上唯一的货物 对 然后 护送我们出去的人 然后就其实跟着我们 就怕我们出什么事 对 然后 后来他们发现真的出事了 这个船确实不灵了 翻了 没翻 就是越来越 就是越来越沉沉下去了 说明你分量重 说明你分量重 没错 重量 你的使命赶了以后 把这个船往下压 我最重的 压的这个 就将近160 台湾海峡都 水都给你压下去了 他现在打高尔夫 已经减肥了 这减了减了减了 这龙的船人可厉害 那个 后来才发现什么 那个船呢 实在太旧太老了 那么他发动机坏了 柴油发动机坏了 那个船只要发动机坏了以后 就开始渗水 然后呢 这个我们后面的人 就是后面的这个船上来 追着我们 然后又把我们绑在旁边 然后上来些人说 问说这个人呢 我说 我还真不知道人在哪呢 就是船长的意思 这个我想起啊 你这当年用鲁信先生一首诗形容 就绝了 你真是破冒遮严过闹事 漏船再久 犯中流 确实是条漏船 这个船呢 当时候呢 找不到人嘛 就后来找到了 那么船长呢 在那个最 舱子最底下 拿个桶子 在舀水 然后那小弟呢 就是在一半的地方呢 接那个桶子 然后把水带到往海里面去 可这个速度呢 却 慢过 慢不上 漏的速度 要赶得上台 太年轻也不成了 是 大家一起逃水了 所以关键就是要把那个 发动机继续发动 然后呢 这个他才有办法排水 然后才能够能够能够推进 这个船前进 那是90年的 就90年 6月18号 6月18号 不是他们说因为 你当时离开台湾 是偷 算是 这算 对台湾说你是什么 叛逃啊 还是什么呢 也没有说是叛逃 就是因为我又不是军人 又不是公务员 那么 也不是当官 对 也不是当官的 那么我就是搞文化的 就是个老百姓 普通老百姓 那为什么回去 又判了你的刑呢 回去判刑呢 确实是 就是说 因为我的护照过期了 台湾护照过期了 然后我上岸的时候呢 是没有经 不是正规的 正式的 偷渡客 偷渡客 我确实是偷渡客 他那个渔船嘛 他在偷渡 他不经过海关嘛 那个时候偷渡客很多的 是是是 然后一般就是抓不正抓的 偷渡客不那时候可以当反共议士的吗 那时候没有这样的了 已经没有了 那时候已经没了 之前有过对不对 但之前偷渡客不能当反共议士 当反共议士只能是 你必须是军人 开飞机的 老百姓也做不了反共议 没错没错 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春节晚会上有那么一些人物 台湾过来 有李是叫李大为吧 李大为 就是开飞机过来的 对对 这边也有过去的 我们这边有过去 那对 你说说当时为什么回去台湾之后 台湾人 因为我原来见过 他跑到大陆来 第一次来大陆的时候 平常要有些不满意 这也是一性情中人 动不动打电话 跟台湾那边 说我要回台湾 然后听说台湾那边 还有那个当官的说 你还是别回了 你回了 我们还真不知道 怎么来对待你 却又此事 他统派嘛 是吧 不我回去 他们确实很麻烦 其实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蒋经国的中文秘书 后来呢 他是做了文工会 就类似 有点类似我们的中宣部 他文工会主任 叫周应龙 那么周老师 那么周老师是因为我和宋楚瑜 两个人这个关系不好 处得不好 那么他要改农的传人 那么我没让他改 那么他也生气了 我也生气了 那么这个周应龙呢 就是等于是接替宋楚瑜 来跟我来谈 来谈 然后就是说呢 他的工作是让我写一首歌 叫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歌 这么长的歌名 这是主旋律 主旋律的主旋律 然后呢 可是这歌呢 我写不出来 就一直写不出来 那么这是周应龙 他是来和我谈这些事的 那么等于是他是我的主管 他是主管文化的 说他那个时候回到台湾 也有很多人骂你 是 说甚至是罗大佑在报纸上 就骂他 就是说首属两端 后来说你自己回忆起来 你说当时你很伤心 你伤心的是什么呢 倒没有什么 就是不是回忆起来 而是当时 就我没说话 就当时我还在大陆 我就没没有说话 那么回到台湾了以后呢 这个 我只是把 我只是出版了一本书 叫霍头子正传 霍头子 你就是霍头子 就是我的 惹霍的精 我的日记等于是 霍头子正传 那么在这本书里面 我就把所有骂我的人的 这个文章的全给收进去了 然后不做任何解释 就是这个 全世界有多少人骂我 你就等于自己出一本 侯德剑批判机 就这样 对 是侯德剑出的 别人骂我的 为什么要这样呢 表明一种态度 对 我觉得这个 这事呢 就是你自己说的话 你得负责 那么 我得帮你记录下来 然后 那 在出我自己的书的时候呢 我就把 当时只收了骂我的 那么 放在后面 任人评说 任人评说 然后你呢 但是是真的非常可能有始料价值 我 我讲的是 我的老师钱古荣啊 曾经 那个时候出过一本 钱古荣批 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 就是当初人家批判 他的文章的一本集子 这本集子 今天来看 对我来说就非常非常有价值 为什么 因为批判他的都是好朋友 全都是 而且德高望重的文化界 在一个特别的年代 在特别的年代 就是1956年 57年 大家都写了这样的文章 以后几十年 也还都是好朋友 但是文章继续在 就留下了那个时代的一个证言 非常有意思 对对对 我就觉得是 我但是他们骂我心里不爽的 是 肯定是不爽的 那我的意思是说 那你们得为你们自己说的话负责 那你也没解释过 没有 也没有在后面写什么 他们主要骂你什么呢 三页两语说 什么机会主义啦 对 可以想象到 投机分子 哪头有利 就投奔哪头啊 对对对 诸如此类的一些 还有些骂粗话的 那么还有一些 那时候还没网络 就有人骂粗话了 所以他各方面都是先驱 你先驱 但是先驱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颖九云古坊 配桃花春去 采花极之水 会缘酒精 年份丸江 五井供酒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那么在当时情况下 这样的骂 你自己怎么想 我觉得如果他们 骂的是对的话 我就觉得蛮好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对事件都不了解 他们不在场 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不了解 那么人云亦云 然后就是说很情绪化 那我是觉得 不管是作为朋友也好 或者作为一个 有独立判断 观察 思考能力的人 那么你们有 有理性的基础的人 你们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你刚才讲 你在台湾 判了三个月 真的坐牢吗 没有不用 那个就是缓刑 缓刑 那后来你怎么又去了 新西兰呢 又不在台湾 待不下去吗 因为我在台湾 非常难受当时 有两个大的原因 很难受 因为第一个难受的原因 是因为那个 当时是这个 李登辉上台了 李登辉跟你不对 他是最大的台独分 他就是不愿意 做龙的传人的 就这么简单的 那我呢 是他心里面 眼里面 最讨厌的那个中国人 而且你写龙传 就写就写吧 对不对 你跑大陆去干什么 还跑到大陆去唱 对 他说这个 我就虽然是 没有什么创意 但是呢 为了我青春期时候的 这个这个记忆 我还是要给 你给你们看一下 就当年呢 我第一次见到他呀 在大陆唱这个 肯定唤起 他的少男 少女的记忆 龙的传人 我们要怀旧一下 喝 有远的东方 有一条江 他的名字 就叫城江 遥远的东方 有一条河 他的名字 就叫黄河 其实啊 你我当时听见你唱 我就才知道 唱的最好的是你呀 就是这个歌的 这个这个原意和这个味道 至少是我所理解的吧 比我 因为我之前听的是别人唱的 有那个雄壮有力的 还有那个 你唱的是 我觉得是最对味的 就该你唱 是我原来 我原来的意思 是吧 是我原来的意思 后来王力宏 还有个摇混版 那对 那是2000年了 这首歌是1978年写的吧 那么 对过了 过了2000年的时候 王力宏再 又重新再唱过 而且唱这首歌的 第一个歌手 李建复 就是王力宏的表书 真是有 有因缘 那王力宏呢 是小时候呢 刚生下来以后的摇篮曲 就是这个龙的传人 还有九干躺麦吴 你记得吗 那是831的时候 达错车 达错车 电影的主题曲 还有他那个时候还闹过 是不是陈琳也唱过 没错 陈琳唱过 原唱是苏瑞 然后但是在大陆的首唱是陈琳 他那个时候 我记得还有那个传闻呢 说是跟这个陈琳呢 闹过那个霸眼 有个霸眼事件 是不是 我想想看 是怎么着 就是我记得就是说 当时他拽着陈琳就说 咱不唱 有有有 咱走 有有有 把二胡放下 有有有 因为不让了 不让陈琳 83年的年底 我记得那是冬天 那么当时是反对 《咪咪之音》 陈琳算 《咪咪之音》 那么有一天呢 我记得好像是在政协礼堂 那么我是受邀 那么跟陈琳一起去唱 新鞋子 旧鞋子 那么谁点的这个节目呢 邓大姐 邓颖超 邓颖超 邓大姐 那么还没有唱 那个舞台总监就跑来跟我讲说 很客气 他说 邓先生不好意思啊 你今天得自己唱 我说 为什么 他说因为这个陈琳是 这个精神污染代表 那你不是代表的教父吗 然后呢 双重标准的 对岸过来的 统战对象 自己这里的人 自己队伍里要求严格 对你看的是 是 对 真是怎么回事 确实在那个年代 你享受的某些待遇 特权 你当时不太好 对是绝对的 绝对的 这特权有用的 然后呢 这个我当时很生气 那我就说这个 这首歌明明是两个人唱的 而且我整个的编曲 设计都是两个人的 我现在没法一个人唱 然后呢 陈琳就很害怕 当时大家也很僵 大家也很就害怕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害怕 莫名其妙就会很害怕 那个时候你跟陈琳是什么关系 就是 好了没有 没有 还没好 没有 因为这事 这很重要 因为这事 一下定情了 是吧 好像可能有点作用 是是是 女孩子在这种情况下 一下就觉得 我没想那么多 我也不懂那么多 对 就是一腔热血 如果我是在大陆生长的 我跟你说 我打死我也唱下去了 没错 我绝对不敢八唱 我才看到陈琳就害怕了 对对 你当时也是一腔血勇 拉着小陈琳就走了 我把琴放到盒子里面 我就跟陈琳说 来 把那个二胡收起来 我们走了 不唱了 邓大姐的面子都不顾了 当时陈琳是跟着你的吗 还是你是他的制作人 还是 没有 我们都是 我分配到东方各务团 对 那么他也到了东方各务团 刚刚到东方各务团 我们刚刚出了那一盒 辞贷 新鞋子 还没出辞贷 那个时候 我刚写的这首歌 那么刚刚就是唱的好玩的时候 那么邓大姐听到了 那么他觉得 哎呀 有意思 就要我去参加一个晚会 那么后来邓大姐在下面看看 看节目看到 节目单上有小猴 小猴到哪去了 这么不唱了 就问 那这一问呢 然后就知道后面的事 那当时 就有一个新华社的一个非常 人民日报的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记者姓胡 那么那个胡记者呢就到我住的酒店来 就是详细的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样 后来就杨靖仁 那么当时是统战部部长 那么他就在人民大会堂借鉴我和陈琳 然后呢 在人民大会堂呢 表演了一次 人民日报就登出来了 那天的这个就是写的很清楚 就是有我的照片 有那么跟杨靖仁部长 杨部长借鉴我的照片 然后表演的照片好像有没有 我不记得 然后但至少就是说 已经提到的就是说 表演参加的人是有侯德健 还有陈琳 那好了 那全国的所有的这个搞精神污染的 这个文艺界的 尤其是歌唱界音乐界的说 陈琳都不是秘密之音 那咱们全过关了 而且啊 这个东西还真的是名利双收 我后来打听到一点八卦啊 说你知道当年的唱片市场 他这个新鞋子旧鞋子 卖这个两百多万张唱片 卖两百多万张 说是一张你个人 七块钱 一块钱 他那个时候你知道吗 是京城富翁啊 我交税一年要交税交四十多万 哇 当就是他是先富起来的人 八五十年代 没错 怪不得罗大佑他们要批判 他们在隔岸的羡慕嫉妒恨 咱们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老许说实话 哈哈 听着起吹毛求疵 受得了反部检验 还得具备压倒性口碑 符合以上三大要素 才能在这个时段再次亮相 凤凰精选 星期六凤凰卫序中文台 你我的现在 世界的未来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红花国色 花好月圆 江湘殿范 红花廊 恭祝全球华人 中秋快乐 那咱接着说 你这个跑新西兰待了16年 对差不多90年到06年 为什么能待那么久呢 你看你第一次来大陆 这才待了7年 然后新西兰你能待得住 待16年 应该说是在新西兰和台湾 两边走来走去 但是前期是新西兰多 后期台湾偏多一点 寂寞吗 在新西兰我 我还蛮喜欢 在新西兰结了婚 是吧 他有顾城做办法 对 我就刚才问你 那时候顾城还活着是吗 我去的时候他活着 他应该是九 九几年 九十年代初 我忘了是九几年了 九三 九四 反正就他出事了 而且我听说呢 是他妹妹是那导游 他在新西兰呢 是个旅游项目 你知道吗 你拿给游客听 龙的船人听过吗 要不要去他家 要去他家 他妹妹就连游客跑他家 对 参观我们 我自己设计 自己盖的房子 参观我自己种的菜 你自己还种菜呢 我种了两年多 三年的菜 那在那生活什么体会 就是 经过大风大浪以后 想找一块避风港 首先是说 当时新西兰有问我说 还有就是 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到新西兰来 我就跟他讲说 这个我觉得好累 他们说我们理解 当时新西兰驻台北的办事处 然后这个 他说这个 我还有另外就是说 我的未婚妻 现在已经到新西兰去了 他们说好 那么就接受了我的申请 然后就让我去新西兰 我不是拿任何其他的签证 我签证的理由是这样子 你当时的身份是什么状态 是台湾你是没有 台湾刚开始不给我故障 然后后来呢 是我写一封信给郝伯春 当时他是行政院院长 那么我给他写的信就跟他讲了就是说 我所说的 就是过去我所说的 公开讲的每句话都是事实 我既没有捏造 也没有这个欺骗任何人 他那跟孙悟空一样 但有什么事情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管 文明启示录 我希望我有一点 能够有一点护照 想要找到新西兰区 我就为你去看看